有人说呢在娱乐圈呢女明星分为两种 一种呢是高调要把自己的爱情生活统统给晒出来 就怕有人不知道自己过着怎么样的生活 而另一部分呢则是显得非常非常的低调 不愿意把任何关于自己家庭的事情曝光出来 比如说李念 那发个自拍照呢还要把自己的手表啊给披掉 这真的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7月9号李念在微博晒出一张紫牌照 或者是为了不炫富 李念把自己的手表挡了马赛克 却招致热议 被指打马赛克就像此地无银三百两 有网友分析 曾经因排卧去拜金女海藻一炮走红的李念 给人的印象就是豪门贵妇 对此李念亦非常无奈 这个西播出以后很多人会去播客里面 可能针对那个角色 就会给我扣了一个就一个死的帽子 然后就永远摘不掉了 所以就会有很多 话难听吗 挺难听的 正因为任何奢侈品的出现 都会给李念惹来麻烦 所以这次干脆打上马赛克 没想到网友依旧不依不饶 李念亦曾在访谈节目中表示 自己并不是一个拜金的女人 和老公的爱情也非常简单 所以08年认识她以后 我们三个月就觉得对方特别特别的合适 就冲动的订婚了 但后来实际上再一想 我跟她好像不是很熟 她也没有追我 她追我什么 通过想跟我短短的时间 想了解我喜欢什么样的品牌 喜欢对 就喜欢比如说钻石的类型 后来她了解到时候 其实我对钻石根本不感兴趣 但是她仍然还是觉得钻石是表示很狠 在小编看来 像李念这样也算是处事低调了 一直被网友称为隐形阔代 事实上呢 娱乐圈还有很多更为低调的豪门女星 不是每段豪目婚姻都沸沸沿扬 众所周知 有的女星虽然嫁入豪门 却一直就可不及 做隐藏的阔代 例如Money就是其中之一 前不久参加了某专人秀节目 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一个真性情的毛毛姐 虽然一直绝口不提生活情况 但是从一段采访中 毛毛姐的阔代生活就显露无遗 我觉得最大的帮助是坐地铁 我原来从来就是坐地铁 不知道东南西北 完全不知道 但今天我发现 我还是可以的 我发现了什么地方 我们错了 然后要怎么样转地铁 记在脑子里 作为吊丝白领天天上下班的交通工具 毛毛姐不是很了解 应该就是习惯了车街车送的生活 毛毛姐曾大方承认 有一儿一女 却从未公开透露过老公是谁 甚至曾放话 一辈子也不会把丈夫的身份公开 不过早前就有人爆料 毛毛姐的老公谢直坤 为中职集团董事局主席 2014年的2月25号发布的2014年 胡润全球富豪榜上 谢直坤家族就以120亿的身家 为类中华地区的第197位 而接下来的这一位 大家认识她 就要从粉红女郎说起了 这张S型的女人 她会吸引男人朝你直线走过来 多年前 陈浩在粉红女郎中扮演的 外人迷的角色深入人心 而现实中 陈浩却不做外人迷 选择了做贤妻良母 我们周五周六和周日这三天 一定是全家人在一起吃饭 不管是在外面还是在家里面 据悉陈浩的老公是一名银行家 任职多家公司的董事 身家达百亿 陈浩鲜少提起老公与私生活 更从未与老公公开亮相 如今她选择回到中西任教 成了一名正式的老师 因为我觉得当我把一部分精力 转移到家庭上的时候 可能在外人看来 我的工作机会变少了 我的曝光率变少了 我的知名度变低了 可能是一种损失 但是我觉得我从家庭当中收获的 这种东西可能是外人所看不到的 而接下来的这位金一丹 众所周知 她是央视名嘴 在焦点访谈一干就是19年 她曾开玩笑地说 这么多年我栏目不换 老公不换 车也不换 和一个栏目 20年相伴 足以形成一个人的生活方式 对即将和焦点访谈的观众 说再见的一个主持人来说 我觉得这一天 给我留下了一个永久的纪念 在事业上金一丹是成功的 而且家庭生活却一直不为人所知 其实金一丹也是隐藏了阔台 据悉 金一丹的老公下海 组建了华泰保险公司 担任董事长 身家上亿 虽然金一丹结婚33年 但夫妻二人却十分的低调 鲜少一起先生 这些孩子说出差就出差 说加班就加班 我们上班没点 我们不知道什么叫九点上班五点下班 对 像这种情景他都觉得 可以啊 这是你喜欢的 在现场 金一丹也谈及了自己和老公的相处之道 我是属于说坏话 当面说的那种 但是我一说什么坏话 他说 你别跟我来交点访谈 真的 你真的不会撒娇吗 作为一个女人 我就问你这个问题吗 你的撒娇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给他来一个交点访谈 在娱乐圈中 宋丹丹和英达的一段婚姻 曾接之相闻 离婚后 英达牵手良欢 而宋丹丹却一直保持低调 鲜少曝光自己的私生活 我非常幸运 我有这个几次失败的婚姻 他带给我非常多的对人生的观察体验 让我成熟 其实 他的第三任老公身价不菲 为现任某地产公司董事长赵玉基 旗下开发第二台七号院是北京最贵的楼盘之一 身家数十亿 据悉 宋丹丹丹跟赵玉基属于闪婚 认识仅28天之后就结婚了 如今相守了20多年 依然是非常的恩爱 因为婚姻是漫长的过程 婚姻你会 任何一个婚姻都会出现问题 无论在哪一个阶段 七年之痒一定有的 婚姻的疲劳期是有的 疲劳期是需要坚持的 有这样你爱人才 我先生才能更爱我 我只觉得我必须爱他的孩子 我必须对他的前妻是一个 温和的豁达的人 我才 他才会爱我 俗话说 如人饮水 温暖自知 今天我们盘点出了这些女星 往往家庭幸福美满 而需要是爱的那些呢 往往小日子过得怎么样呢 也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了 所以真的幸福是不用晒出来的